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Nancy Pelosi访台后,大陆解放军4日起在台湾周边进行实弹演习,台海紧张情势升温,空军退役中将,前空军作战司令李贵发指出,大陆这次军演,有4个意义,包括展现解放军火力强大,外国势力不敢干涉,警告台湾人民与蔡政府等,对台湾经贸、军事造成重创,若大陆在军演后, 再采取其他动作,台湾后果不堪设想 李贵发为退役空军中将,曾任台湾空军作战司令,国防部情报次长,现任台北市黄浦四海同心会会长,中山黄浦文金交流协会理事长,李金日午,接受香港媒体中评社访问表示,大陆这次之所以反应强烈,是因为大陆认定蔡政府挟洋自重, 裴洛西不可能自己说要来,一定是蔡政府邀请来的 李贵发分析,大陆这次实弹军演有四个意义,第一,六,七个军演区域把全台都包围了,等于是告诉台湾,大陆的导弹或火箭弹完全,有能力打到台湾任何一个地方,第二,如果发射导弹后,再动用军机,军舰到军演区域,等于封锁台湾周边,台湾整个飞航区,近航区,主权范围都没有了, 第三,如大陆军机,日后再飞越台海中线,台湾的空军,要不要起飞拦截,若不拦截,陆军机,三,五分钟就到,总统府上空,若拦截引发军事冲突则形同战争开打 第四,若未来有任何风吹草动,大陆就来军演,台湾,该怎么办,这连带影响外国飞机,商船也都不敢到台湾,台湾还能撑多久 纵观以上,李贵发表示,这次的台海危机却是,美国人造成的,裴洛西我信我诉,不管他人死活的性格 大陆不可能不采取作为,叛菜政府发挥智慧,低调阴影,别再升高两岸对峙,否则,大陆军演后,若真右采取其他动作,台湾后果不堪设想 执政党应以百姓之安危为第一考量,切勿移错再错地将个人的权利,欲望摆第一,天佑台湾 范红